北京的本土疫情繼續延燒 多區封閉管理 9個高風險地區 23個中風險地區 當局為了控制疫情加大封鎖力度 不少高校陸續封校 引起學生不滿 中國政法大學學生5月23日發起抗議後 成功獲得離校返鄉權 北京師範大學的學生也想跟進 24日晚間 大批學生在校內舉行遊行 過程中多次與警察對峙 學生們抗議 學校停止線下授課 卻不准他們回家上網課 學生還提出4點要求 包括校方明確放假時間 允許學生返鄉 明確期末考試方式和時間 並承諾不報復遊行的學生等 最後校方口頭表示讓步 我們也是站在學生角度為學生考慮問題 一是要保護學生的安全 對吧 我們是保護學生的安全下 來判決他放假離校的時間 這個事情 我們要等北京市的放假要求通知 根據北京市的通知 我們盡快會回覆 截至25號 學生還沒有看到相關的放假通知 只看到官方報導北京教育系統聯絡員進入高校 中共的這種官僚體制裡面是什麼呢 就是任何人他做不了決定 他必須是一級一級的要反應 像北市大這種情況 我想他們得等著 比如他是教育部所屬院校 那沒準他要等教育部的通知 還得要在北京市 還要等北京市政府的 那教育部可能都決定不了 可能得上網到國務院 或者更高級別 就是我們看似很正常 很小的一件事情 在中共那全是大事兒 有學生發帖質疑 為什麼北大 人大和北航等院校學生 都已經返鄉 但北市大仍要禁職 據瞭解 有關北市大遊行等字眼的視頻和貼文 在微博都被迅速刪除 學生擔心被秋後賺帳 北市大的校長董奇 董奇自己是心理學 心理學專業的教授 那其實他應該知道 這個時期的學生那種焦慮情感 包括那種抑鬱情感 應該是最嚴重的時候 應該輸倒 他現在也見不著人 遊行前 學生組織發通知 互相提醒 不能讓自己孤立 校長不在校區很久了 所以要聯合起來 如果校領導沒有副校長以上的 那麼他說的話都沒用 學生以大楚星 陳盛旺為遊行口號 讓外界聯想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 原北京首都師範大學教授李元華認為 對於六四應該是學校的那些領導更敏感 這一代的學生很多人不知道六四是怎麼回事 你想 出生之前那六四都已經過了十幾年了 他們現在就是20歲左右的人 那六四是三十幾年前的人 對於他們來講 其實他們就不大知道六四是怎麼回事 我倒覺得可能中共這個官員他倒是很敏感 因為確實是也快到六四了 李元華表示 大學生血氣方剛 成千上萬聚集在一起 就很容易形成這種氣氛 只要有號召肯定容易行動起來 這也是中共當局最害怕的 新唐人記者黃毅美 洛亞採訪報導